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一套嘴上说一套 虽然正常的人际交往有时会累 但这种累远远比不上伪装带来的疲惫 戴着面具与人相处的人不会轻松 很容易失去耐心 朋友小姨说 在人际交往中伪装的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为了高攀而伪装 另一种是为了欺骗而伪装 为了高攀而伪装 指的是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的时候 就算看不惯对方 但依然面带笑容 想跟对方套近乎 为的就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为了欺骗而伪装 指的是虽然看不起别人 但是为了利用别人 假装出很喜欢别人的样子 这种事在感情世界中很常见 就像小姨说的 想要高攀白富美的男人 往往会极尽讨好之词 嘴上说的爱 其实指的是女人的钱 反过来有的高富帅在欺骗别人感情的时候 会装出一副好男人的样子 为的就是让女人当她暂时的女朋友 小姨分析的那两种情况 她自己亲身经历过其中一种 她不是白富美 所以没有想要高攀她的男人 她想嫁给有钱人 所以就遇到了一个伪装成好男人的有钱人 也就是她的前男友阿翔 她既是想跟阿翔谈恋爱 又想跟她结婚 而阿翔则只是想暂时跟她谈恋爱而已 并没有想过要娶她 从她平时对她的态度 以及说话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来 她最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几句话 每一句话都带着敷衍和不耐烦 到时候再说 每当小姨想跟她一起规划婚姻的时候 她都会用这句话敷衍 本来闲着的她 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以忙为借口走开了 你烦不烦 每当小姨指出她问题时 她都会很不耐烦地说出这句话 接着就会让小姨闭嘴 即便小姨因此不开心了 她也无动于衷 我说不行就不行 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做什么 她都会一意孤行 每当小姨提出不同意见时 她都会说出这句话 只想自己支配小姨 不让小姨有任何主见 小姨在跟她谈恋爱的过程中 虽然总是不开心 但是却一直没有分手 因为她不敢确认 阿翔是否爱她 直到有一天 她带着阿翔见了她的父母 她心里才有了确定的答案 阿翔本来就没打算跟小姨结婚 所以跟她回家见父母 并非出于本意 这种情况下的她 完全没把尊重放在心上 即便小姨的父母在跟前 她依然口无遮拦 说上面的几句话 回家以后 小姨的父亲郑重其事 给她这样的忠告 我不想让你嫁给有钱人 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 你太单纯 没有任何心机 相比之下 你那个男朋友心机太重 同为男人 我能感受到 他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 只是暂时跟你谈恋爱而已 没有打算娶你 要不然 也不会反复地跟你说 你反不反 我说不行就不行 到时候再说之类的话 第二个原因不光是他 很多跟你同龄的有钱人 都不是真正的有钱人 因为是他父母在赚钱 不是他在赚钱 这种人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辛苦 就不会懂得珍惜 就算跟你结婚了 可能今天还爱着你 明天就变心了 第三个原因 有句话说 减入奢益 奢入减难 咱们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 不适合高欢有钱人 否则 把婚姻的起点定得太高 一旦失败了 之后就算你降低了要求 也总是会拿别人 跟之前的婚姻做对比 很难做到满足 听父亲给的忠告以后 小姨直接问阿湘 你到底想不想娶我 给我个准话 阿湘没有正面回复他 又开始说你反不反之类的话 至此 小姨算是明白了 父亲说的是对的 阿湘确实没打算娶他 他也因此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只是因为钱 而开始一段感情 大概率不会成功 反而很容易被男人利用 很多女人跟小姨 曾是状态一样 不假思索认为 嫁给有钱人才是最幸福 认为有钱人才能带给自己幸福 可是从现实中 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来看 很多嫁给有钱人的女人 并不幸福 有些只是做过美梦 虽然遇到了有钱人 却并没能让婚姻开始 小姨不就是这样吗 虽然遇到了有钱人 她想嫁 但有钱人却只是把她当猴耍 女人在意男人有没有钱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这不是唯一需要在意的东西 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或者干脆说让女人上瘾的 从来不是男人的钱 而是这两点 一是责任 责任指的是一个男人真的爱你 真的愿意对你负责 既能照顾到你的感受 又能照顾好你的生活 不用你提醒和要求 她就能管好你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感情中的责任是自觉和主动 先确定男人有责任心 愿意对你负责 在此基础上 如果他又有钱 才能真正带给你幸福 你所感受到的满足 就是上瘾的证据 你会因为他爱你而更爱他 这肯定要比你高攀一个 对你呼冷呼热的人好多 二是义务 义务指的是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 真的愿意娶你 他会认清自己的身份 恋爱时会扮演好男朋友的角色 结婚后扮演好丈夫的角色 他会自己给自己规定 应该做的事 以及不应该做的事 不论发生什么 只要他身负男朋友或丈夫的角色 就会一直对你好 跟那种仗着自己有钱 就把你当猴耍的人在一起 你只能享受暂时的满足 但是跟一个 把责任和义务放在心上的人在一起 你会一直满足 即便这样的人 不是很有钱 你也会感受到幸福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一个男人 真的能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他就会一直赚钱 会越来越有钱 这种人带给你的幸福 肯定要比那些依赖父母的男人 带给你的幸福要靠谱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